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的天氣還是受到太平洋高的影響 我們從衛星星圖可以看到在台灣周圍 整體的雲量都比較偏少 不過在台灣上空中午過後 還是有午後樂隊流發展起來 造成一些局部的雷震雨現象 明天的天氣其實跟今天還是比較類似的 整體的風向是比較偏東南風 所以在台東和春半島 不定時會有一些短暫正雨 不過明顯的雨勢還是會出現在中午過後 各地的山區以及西半部地區 集中在山區以及嘉義南地區 還是要留意會有一些短延時強降雨 雷擊甚至強震風等比較劇烈的天氣 至於在氣溫的方面 明天各地的一個高溫 包含以及各離島、澎湖基門、馬祖 都可以來到33至36度左右的高溫 其中在大台北地區 中南部較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是有機會來到37度以上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最後提醒大家 未來幾天其實氣溫還是偏高的 預估到週日之前 各地的高溫普遍可以來到33至36度左右 所以中午前後出門的話 還是要記得做好防曬 多補充水分 至於在中午過後 還是要留意局部的雷震雨發展 尤其是在前往山區或是溪流活動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天氣的情形 另外下週的天氣跟這一週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不同了 要特別留意熱帶勞動的一個發展 也請大家要持續留意氣象署 所發布的最新天氣資訊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署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